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春石壶花后视频 不过偶然倒发现了一点事 只是我还不是很确定 我放在后面说我们还是按照顺序 从头至尾来讲 这几天虽然温度不高 但春季确实是接近尾声了 这种金柴石壶类的春石壶几乎都谢了 也就是诱到了怎么处理它开过花的甲林镜的时间段了 我们就以这颗为例来说一下吧 每到春季在它开花的同时 它的下面其实也已经开始长新的甲林镜 这些新长的甲林镜就是下一个春季开花的甲林镜 而这个春季开过花的甲林镜也很好辨认 因为它会留了痕迹在那 像这种已经开过很多花的甲林镜可以剪掉 通常来讲已经开过花的位置 也就是那个芽点已经发育了 那个地方就不再开花了 也所以有一些甲林镜如果开花开得很少 想保留的话也可以保留 在接下来的春季 它没开过花的位置还会长出花芽开花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甲林镜上面还是有好几个节上没有开过花的 所以这个可以留着 明年再开花 我说的是可以留着 所以自然也就可以剪掉 如果你真的很想剪掉的话 但通常我会保留一部分花没有开很多的 或者说完全没有开花的肯定要留着 留下这些甲林镜 一方面接下来的春季可以开花 另外也可以给新的小苗提供一些养分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剪了 刚才转了好几圈 要剪哪个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 主要就是那些上面已经开过比较多花的 我这次剪的时候下面留了我觉得还算比较长的一截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意义 就是觉得给它留一点养分 兴许能帮助它从下面发芽 同时这些伤口离的根部比较远 免得病从伤口进入的那么容易 大概也就是这些有一单没一单的想法吧 其实剪的再靠下一点也是可以 这就都剪完了 会发现有一些很短 看上去是没有开过花 但是我也没有剪 这些甲林镜大概率不会开花了 这是特别早期 就是它很小小苗期的时候的甲林镜 一直没剪 心想就算了 给它留点早期记忆 如果不想要 这一类的甲林镜也完全可以剪掉 它不会开花了 应该说大概率不会开花了 这还有一个 中间这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这块是烂了吧 就像苹果烂了一块似的 这个甲林镜如果没有烂这块的话 是应该保留的 但它居然莫名其妙地烂了这么一块 我想了一下 就不留了吧 不过又看到它的下面 又出了好多小芽 就紧贴着这个有伤疤的甲林镜 出了好多小芽 所以我决定只剪掉一半吧 把这个伤疤剪掉就好了 这个甲林镜是完全没有开过花的一个甲林镜 其实还挺可惜的 但好在我们可以用它来试试去育苗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腐烂的这部分 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春石湖的甲林镜腐烂 我这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掰开以后 真像是一个苹果烂了一块 就这个甲林镜就这么烂了这么一块 我把烂掉的这部分剪掉 好的部分呢 留着去育苗 这种金叉类的春石湖 很容易长苗 只要给它们保持一个比较湿润的环境就行 今天剪下来的这些 我都会拿去育苗 剪完之后盆里就剩这个样子了 根据植料的情况 如果需要换盆的话 这个时候换盆也是最好的时间段 但如果不需要换也可以不打扰它 这上面自己还长了个高芽 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生长肥 因为它已经开始长很多新的芽 凡是从植料里面长出来的芽 或者是甲林镜的根部 特别靠下的位置长出来的那些芽呢 都可以留着 因为这些芽很方便往植料里面扎根 那为了长起来之后 开花整个株形也可以保持的比较好看 看上去一根一根的甲林镜 就都是从下面长上来的 但如果长得比较高的高芽 通常来说 等它长根之后呢 把它取下来 因为那个芽如果位置很高 它的根就很难接触到植料 那日后给它的根提供养分就比较困难 再加上它是从那么高的位出去 在街上一劲 那整个株形也不好看 当然这说的是盆栽的情况 如果是板直 甚至是直接长在树上 高芽留着也挺好 我们要来说育苗了 这是前几天捡的另外一棵 我也忘了写个日期 不记得是哪一天了 好像就上个月吧 也没多长时间 树着的这棵是另外一棵 我记得树的这个比躺着的还晚一些 但是躺着的这些 我仔细查了一下 没有任何一个正在发育的苗 但树着的那个明显的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视频一开头 我说的那个小的发现 难道树着比躺着发芽快 但我又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并没有认真的做对比实验 以前育苗横着竖着倒是都用过 但每次都是竖着 差不多这批都竖着 横着这批都横着 完全没有想起来去认真的做一个对比 所以结论我是不敢轻一下 但是我准备试试 首先我把盆里这些没有发芽的假灵径 抓起来一些 插到那边去 就是让它竖起来 我抓起来这些 虽然之前是躺着 它的伤口有一些 看起来也不太好 通常剪下来的 假灵径这个伤口呢 可以用封伤口剂封一封 也可以不封 让它自然干燥 我这个玻璃缸下面放的是花泥 是用花泥帮助来固定这些假灵径 这样插在里面 一根一根的就不会晃来晃去 东倒西歪的 而这些看上去水滴滴的液体呢 就是水 自来水 什么也没放 我把这些都放好了 其中有一根太高 所以后面我又给它调整了一下方向 为啥太高还不行呢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另外这还有一根是带叶子的 这是很早之前 也不知道是被虫 也有可能是被老鼠啃断的一根 我随手放那儿 都忘了它是什么颜色了 它倒是有点发芽了 我贴个标签也再加住个日期吧 今天把这些白色的移到这边来竖着 这个玻璃缸里不是还有位置吗 所以我会把今天就刚才剪下来的那些 差一点在这儿 今天刚刚剪下来的这些我尽量公平的一分为二 一部分躺着 一部分竖着 所谓尽量公平 就是尽量找长得差不多的 两两一左一右 分成两组 一组就这么躺着 一组去站起来 怕时间长了 一不小心给混了 我把今天刚剪下来的这个 给它缠了一个就这种绿色的绑扎带吧 这样就比较不容易混了 另外这一半插到这儿 简短结束 插好之后就是这个样 而这些带叶子的没有插进去 就是放在这儿 竖着的这一盒和躺着的这一盒 平常我放置的位置也非常的接近 就在这架子下面 一个是在地面 一个是比地面高那么一点 所以您知道为什么竖着的这个 里面的枝条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 我就没办法塞到这个架子下面去了 上面躺着的这一盆呢 也不是这么长着口 因为我长着口放几天 我发现干得太快 所以上面我又给它扣了个盖 就是装什么食品的一个 透明的这么一个尺寸 其实不合适 挺大的一个盖 我就这么虚虚的扣在上面 既能减缓一点蒸发 又很透气 下面放在地面上 也就是竖着插的这个 那个盒和上面那层架子 也没有紧紧顶着 也还是有挺宽的缝 所以透气性也足够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给这颗花蟹之后的处理 做了一个流水账 希望其中的一些内容 对您来说是有用的 谢谢收看 那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